台北人的早餐有富航豆浆 台南人的早晨有牛肉汤 说到台中人的早餐 除了台式的王继菜头果糯米肠 还有西式的就不能够不提这间肉蛋吐司了 相信许多人会感到好纳闷啊 肉蛋吐司 我家巷口那间早餐店也有啊 虽然说尖锋时段每家早餐店 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潮 但是你要排队排到像肉蛋吐司这样的店 真的不多了 这里的招牌肉蛋吐司 里面只包了肉片跟一个荷包蛋 肉片上的烤肉酱充满了香气 一口咬下吃得到蛋香和肉香 三两下就补足了早晨的好精神